徐輝先生 徐輝 喂 徐輝,我們找過你很多次了 打電話你又不聽 見面你又掉頭走? 你到底在避免什麼? 上次皮蛋被車撞傷 你求我一定要救他 我看得出你很緊張,很愛疼皮蛋 皮蛋他現在有事,你又不理他 你又不去診所看他,你到底想怎樣? 你有什麼不夠錢醫皮蛋? 如果你有財政問題 你出來簽個名,你同意他的樣子就行了 皮蛋現在情況不拖得 老公,究竟發生什麼事? 你不是說皮蛋被人家養的嗎? 你讓我來吧 徐輝 皮蛋說很想再跟你去彩虹石玩 你記不記得? 皮蛋快要死了 你再不去見他,我保證你一輩子累 我去見你 帶我見皮蛋 十年前,我行山的時候 看到彩虹石裡面有個紫皮箱 裡面有一隻狗BB 牠的樣子真的很可愛 牠整身都黑黑黑黑 所以我就改了牠的名字叫皮蛋 牠看著我的眼神 就好像想帶牠回家一樣 你看看,石頭七彩顏色的樣子 是不是好像彩虹呢? 大學考試的時候,我真的有很大的壓力 幸好有皮蛋陪著我,我才能牠過 就連畢業禮,我都一定帶上牠 我已經當了牠像家人一樣 我希望將每一個開心的分享給牠 我失戀的時候,牠陪著我,安慰我 連求婚,牠都一樣在我身邊 這十年來,皮蛋見證著我人生 每一個最重要的時刻 無論開心,不開心 皮蛋從來都沒有離開過我半步 皮蛋,你很乖,很聰明 反而我什麼都做不好 為什麼發生這麼大的事情 都不跟我說 我的寶寶就是要出生 已經花了很多錢 皮蛋做手術的錢要幾萬元 我還要剛剛被人解僱了 我真的不知道可以怎樣 對不起,皮蛋 我知道你一定很生氣 生氣我丟下你,但我不想這樣 對不起 皮蛋沒有怪過你 相反,牠還覺得可以遇到你 是在生命中最幸福的事 你真的沒生氣過你主人嗎 爹地撿我回來後,牠一直對我很好 經常陪我玩,又買很多東西給我吃 我已經很滿足了 我知道爹地,牠很想治療我 我不想牠浪費錢 我想牠留一點錢給小主人用 反正做狗的,倒也好,死也好 總會有一天,你回彩虹橋 陪了爹地這麼多年,我沒有遺憾 唯一可惜,在小主人出生之後 我不可以陪牠玩 你很偉大呀,皮蛋 皮蛋真的這麼說 我相信我,我懂得寵物毒心 是皮蛋親口跟我說的 彩虹石的事都是牠跟我說的 皮蛋,你在爸爸心目中 永遠都不會有事可以取締 爸爸和媽媽永遠都這麼愛你 你不用擔心我們,知道嗎 徐先生,其實皮蛋只要盡快做手術 是不會有生命危險 但是這位先生剛才說的… 如果我不敢說,你以後都不會來的 如果你有財政問題可以簽棄養書 手術費會由診所出 但是你們不能再追究 醫好的話,我們就會安排皮蛋 交給有關機構 處理之後的燃養程序 不行,我們不可以放棄皮蛋 我們一家人領的 但是我真的不夠錢 只付成本價,可以嗎? 這次情況得署,成本價之外 不然我再破例不收你們的手術費吧 真的? 謝謝你,金醫生,謝謝你 你看你的樣子很鬆容,很開心 手術應該很上來吧 普通手術而已,難不了我 你又會知道徐輝和皮蛋的事嗎? 我說過了,是一個毒心師 你一定是想人家社交平台 去全盡人家的瘋子 你知道怎麼說也好 你不相信我也不會笑你 沒有科學根據的事,我是不會相信的 不過這次又讓你不打不撞 做了一件好事 多算救了皮蛋一命吧 今天是大奇跡日 波蘭姐竟然開金口稱讚我 謝謝你 你快點跟媽媽說吧,我不想癌 這次我也算是幫了你一次 得人恩過了千年紀 但我不用你記我千年紀 你很簡單幫我做一件事就行了 想怎樣? 我真的跟東勒聊天 他真的不想癌 你不如放他一碗 又是東勒?你說是就是嗎? 你不讓他說想快點癌 我沒說過 他又說了 我讀心師,你也沒騙你幹什麼? 夠了,一天到晚就在這裡說東勒 我癌他又不是癌你 你這麼緊張幹什麼? 他一定有陰謀 每個人都有陰謀的,嚴格來說 看他多還是少 我沒有私心,純粹是為了痛苦 他又吵吵吵吵吵吵吵,叫我幫他 那邊是石頭 你覺得我還是要做甚麼? 我可以給他 我會做什麼事?